大家也寫了對市長感謝的話 請市長一併留念 從副市長彭正生手中 接過卸任紀念品 北市府一級行政首長總辭 柯文哲向各處局長們 表達滿滿的感謝 當了八年市長 柯文哲最自豪的是改變了市政府的文化 我還記得我剛來當市長的時候 你知道在開完會以後 還有首長問我說 市長你剛才那個意思 就是那個意思嗎 我還問他說不管是什麼意思 後來才發現說原來 原來以前都開會講一套 背後下來還在另外交代一套 所以政治誠信是我們一個很大的特色 二十五號就要交棒 蔣萬安能不能順利上手 柯文哲的回應只有一模微笑 就是這樣啦 很多事情要上任以後才知道 現在都是假設性問題 不過我覺得他的 他的團隊也不錯 應該上任的這種障礙會比較少一點 那他支持好了 奇怪你為什麼要問這種情況 蔣萬安是不是稱職市長 還是未知數 不過柯文哲八年來 都還沒解決的大巨蛋 能不能順利完工開幕 將是蔣萬安就職後的 第一個棘手難題 大巨蛋其實本來就停在那裡 其實那個審查送進中央 已經省了一年又八個月了 那個中央過的其實後面都很容易 大概剩下就試應運計畫而已 柯文哲再批中央卡大巨蛋 而蔣萬也到市政府 聽取大巨蛋的交接簡報 究竟能不能完成選前承諾 在一年內啟用大巨蛋 台北市民等著看 歡迎新聞 張環軒王毅德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